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古今阿!今天我們介紹一下 韓版在4月5號推出的 新副本!沒錯! 就是我們的白話副本! 那白話副本基本上 也算是妖精改版當中的一部分啊! 那是在妖精改版裡面!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副本的一個設定吧!首先 這個副本是75等以上的角色 才可以入場的一個副本 每天可以入場一個小時 另外這個副本還有一個特殊設定喔! 它算是一個 個人副本 單人副本!另外副本的一個 區域是安全區域 另外它還有一個特殊的設定喔! 就是當同時段啊!如果太多人 使用這個副本的話 因為它是個人副本啊!所以 當總時段太多人 大家都會見識這個副本的一個進場 當人數保的時候 會暫停副本的一個進場 所以當你進不去的話 你就是要等等喔!等 裡面的玩家出來了 你才可以再進去喔! 那它副本裡面有兩個練功區喔! 有這個左邊這個沼澤區 還有右邊的瀑布區喔! 那這兩個區域的強度是 沼澤區的強度會比較低 然後瀑布區的強度會比較高喔! 那副本的大小 地圖大小 基本上就蠻小小一個的啦! 小小一塊 基本上走兩個畫面 或者是三個畫面 就可以到 到緊繃喔!到最底了! 那如果你要從 這個 沼澤區 然後走到 這個 瀑布區的話 你是需要來這邊喔! 這邊有一個傳送點 喔! 只要碰到傳送點 它都會自動幫你傳送過去囉! 你看喔! 喔! 這個門 喔! 什麼都沒按! 我只貼上去而已 它都跑來另外一邊了! 另外一邊這邊就是瀑布區啦! 瀑布區的怪物是比較強的怪物啊! 比沼澤區的怪物還要強很多喔! 基本上我看 有昂板玩家分享是 可能要230的防禦 然後再 搭配 50的減傷吧! 才會比較好掛 另外在瀑澤區的部分好像 我看它好像是 防禦220 又掛著很爽喔! 好!我們來打一次怪物看看喔! 看一下這個 造成區的怪物 有多少紀念值 喔! 依照我這個 130的防禦啊! 基本上是扛不住的啦! 如果你要在這邊 掛機的話 我是 一下子就被打出去啦! 今天只有一百萬左右喔! 經驗的部分啦! 一百萬! 他的路 路有一百萬! 我們再打一次看看! 打這個蜥蜴 來! 蜥蜴進來! 避免我打到其他隻怪物喔! 好!被幹掉! 喔!今天只有一百萬左右啊! 然後是沒有金幣的! 沒有天幣可以賺! 接著我們去 去隔壁看看啊! 去隔壁 然後找一個角落 抓一隻 怪物過來打! 喔!這個金幣大概有 一百八十萬喔! 不到兩百萬喔! 喔!等一下!我帶的是 這個 藍瓦的部分啦! 我帶 帶紅瓦應該 就有機會兩百萬了吧! 喔! 一百九十九萬! 基本上 真兩百萬差不多啦! 就算他兩百萬吧! 喔!基本上 瀑瀑區一隻怪兩百萬! 然後 沼澤區一隻怪一百萬! 一百多! 那在寶物的部分啊! 小怪會掉落的東西 有龍珠! 戰鬥犬! 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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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son ivesse 思念起來 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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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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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亮的阿爾巴斯氣息喔 用這個三亮的氣息 就可以進入高級的暗龍實驗室 那基本上裡面就是一個 進場 打王拿BOSS的一個 活動流程喔 把BOSS打死就可以拿到寶物 那一開始會出現三隻小BOSS 也就是我們的 魔阿頓魔咒師 魔斯里安喔 會出現這三隻BOSS 你只要打敗這三隻 魔將 就要打敗這三隻魔將阿 就會出現一個白襪的 控制裝置 然後你要把這個白襪的控制裝置打爆 打爆之後就會再出現我們的 最終BOSS 也就是我們這一次的白襪BOSS 有這個白襪的獨角獸 白襪的惡魔 白襪的布什鳥 那大家會從這三隻裡面 隨機出現一到三隻喔 有可能只出現一隻白襪BOSS 也有可能會直接給你 三隻白襪BOSS 打完就可以拿到寶物 另外這個副本時間 整個流程副本時間只有五分鐘喔 所以在五分鐘之內 你要打敗三隻魔將 另外要打爆這個 白襪控制裝置 然後再打他 然後再打敗最後的白襪BOSS 就會通關喔 所以五分鐘鑽子滿感的 你不要在裡面 大邊逛街喔 有可能就會打不完喔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BOSS的掉落物 沒錯 我們打這個副本的一個重點 就是BOSS的掉落物 BOSS的一個寶物喔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魔將的掉落物 魔將的掉落物 它會掉這個 夢望的神場藥水 也就是這個粉色的神場藥水 這個大家應該很熟悉喔 另外還有這個 白花的靈魂 直念 白五房卷 還有祝福的五房卷 另外還有這一次的重點 就是 魔將的變身卡 它的變身卡 是紫卡喔 裝作階級的變身 有這個 魔蛙盾 魔咒斯 魔斯利安 三種 裝作紫卡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白花BOSS的一個掉落物喔 白花BOSS比較特別喔 它有分 普通的白襪BOSS 還有 高級的白襪BOSS喔 普通的白襪BOSS 會掉落這個 時間普通時日 白襪靈魂 執念 白五房卷 祝福的五房卷 另外有藍布跟紅布喔 接著 還有 這一次的重點 娃娃的紫卡 白襪娃娃的紫卡 也就是 白襪獨角獸 白襪惡魔 白襪布什鳥的紫卡 有機會掉落這幾張紫卡出來 另外 高級的白襪BOSS 還會追加一些掉落喔 像是有這個 紫布啊 成長禁甲 還有城鎮的成長禁甲 白襪BOSS會掉落這一些喔 那高級的白襪BOSS也就是 你要用這個 閃亮的阿爾巴茲蛇氣息 進入高級的暗龍之間 才會遇到這個高級的白襪BOSS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白襪副本的一個相關道具喔 首先第一個是 絕景粉末喔 只要用這個 十個執念 然後再搭配 25個高級的祝福粉末 就可以做一個出來喔 那這個祝福粉末在幹嘛呢 噢 當我們使用這個祝福粉末之後啊 你進場去打那些怪物 原本的怪物是被動的 噢 你使用這個BUFF之後 大家都會變成主動的 會自己圍戰來打你喔 所以你就不用一絲一絲去打怪喔 周圍的怪物 聞到這個味道 就會跑過來打你啊 所以你不用在那邊跑來跑去囉 當你使用這個絕景粉末之後啊 怪物也會開始掉落黑色鱗片唷 另外 當我們離開這個牌襪盆地的時候啊 這個BUFF還會自動的暫停喔 它會時間暫停 不會再持續的扣下去喔 所以算是很方便的一個設定喔 接著第二個是這個 阿爾巴斯的氣息喔 只要用一個 A色鱗片 再搭配 四個 最高級的材料 然後再搭配 五十個阿爾巴斯的實面 就可以做一個 阿爾巴斯的氣息 那這個氣息也就是我們進入這個暗龍實驗室的一個道具喔 那如果你要進入高級的暗龍實驗室 你就需要用這個 閃亮的阿爾巴斯的氣息喔 這個是需要一個 A色鱗片 然後四個最高級的材料 另外再搭配 一百個 直面 然後再搭配 欸 守護石 那這個守護石 還要是無顆硬的喔 有顆硬的 大家不要阿 你用這個 閃亮的氣息 就可以傳送到 高級的暗龍實驗室 去打 這個高級的白襪BOSS喔 接著是我們這個 莫忘的成長藥水 你只要用 一百的白襪靈魂 再搭配五十個粉末 就可以做出來囉 那這一罐成長藥水 大家應該 很熟悉了吧 它就是有 有二十八的經驗加成 然後有這個PVE的傷害減免 有三點的PVE傷害減免喔 那持續時間是三十分鐘 另外這個白襪靈魂 是不能存倉的喔 大家要注意阿 另外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 A色鱗片 A色鱗片 是可以丟到 教育所裡面 還有存倉的喔 如果你打太多 你不想去打POSE 你只要把它拿去賣掉 是可以的 你可以把它丟到 教育所裡面上面去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成長鏡甲的部分喔 首先成長鏡甲 它的能力是 防御負勢 經驗值加3% PVE的傷害減免 加1喔 安定值是4 另外當我們把它強化到 加6以上的時候阿 每多加1喔 它會多一點的 PVE傷害減免喔 也就是加6的時候 它的PVE傷害減免 會變成加2 加7的時候 會變成加3喔 加7就是多兩點 會變成加3 接著是神聖的成長鏡甲 能力是 防御負勢 經驗值加10% PVE的傷害減免 加5 安定值是4 另外這一件阿 當我們把它強化到 加6以上的時候阿 那每多加1 會多1%的PVE傷害減少喔 沒錯 是傷害減少 傷害減少 直接多1%喔 加7的話 就變成傷害減少 直接加2%喔 是PVE的傷害減少 打怪用的啦 所以當我們要衝等的時候 這一件裝備 就很適合我們來使用喔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魔將子變的能力喔 有3個子變 也就是我們的 魔阿頓 魔之力安 還有魔咒師喔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魔阿頓的能力 它的能力是 跑速加7 攻速150 司法20 另外又有近距離傷害加5 不是近距離迴避加5 還有這個 衝運命動加12%的一個能力喔 然後下面是它的一個 絕景後追加的能力 絕景後追加這個 攻速加10% 跑速加5% 另外還有力量加2 不是傷害減少 加2的一個能力喔 那它的抽傷有6個 我們來看一下喔 首先第一個是 衝運命動加3% 然後第二個是 防禦負3 第三個是 無視近距離傷害減免加1 還有這個力量加1 近距離傷害加1 還有HP加50的人力喔 喔有這6個抽場 接著是 摩斯力安 摩斯力安的人力是 跑速加7 攻速150 司法20 遠距離傷害加5 遠距離 無視遠距離為必 加5 另外有 衝運命動加12%的能力喔 然後下面這個是 絕景後追加的能力 離岸是 攻速加10 跑速加5 敏捷加2 無視 傷害減免加2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個抽場喔 有6個 有這個 衝運加3% 還有這個PVP的傷害減免加2 無視遠距離減3加1 還有敏捷加1 遠距離傷害加1 UV1的傷害減免加1 這個是它的一個抽場能力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魔咒斯的能力 跑速加7億 攻速150 司法20 魔法命中加5點 魔攻加5點 另外還有 恐怖命中加7%的能力 那大家覺醒之後 還會追加 攻速加10% 跑速加5 勢力加2 魔法命中加2的一個能力喔 那大家的抽場有6個 有這個 衝運命中加3% 傷害減少 傷害減免加2 另外還有這個 無視魔法傷害加1的一個能力喔 另外還有 智力加1 魔法傷害加1 HP加50點的一個能力喔 這個最後是大家的一個6個抽場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白話子娃的能力 白話子娃就是有這個 布石鳥喔 還有 惡魔還有 主角獸 首先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這個白話布石鳥的能力 經驗值加22% 負動加2000 遠距離傷害加3 看暈加5% 葉子減少18% 還有 終於命中加12%的能力 打果覺醒之後 還會再追加經驗值加10% 負動加1000 葉子驕傲減少再加5%喔 然後還有 敏捷加2 無視傷害減免加2的能力喔 那他的抽場有6個 我們來看一下 有這個 看暈加3% 還有這個 遠距離傷害減少加2% 遠距離命中加1 遠距離傷害加1 還有 PVE的減傷加1 另外還有 經驗值加1%的能力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白話子惡魔的能力喔 白話子惡魔能力 經驗值加22% 負動加2000 近距離傷害加3 看暈加5% 葉子驕傲加18% 還有 衝運命中加12% 然後 覺醒之後 還可以拿到 經驗值加10% 負動加1000 還有這個葉子驕傲 再減少5% 還有 力量加2點 無視 傷害減免加2 這是他的覺醒能力 接著 他的抽場 抽場有6個 有這個 看暈加3% 還有 近距離傷害減少加2% 近距離命中加1 還有 近距離傷害加1 PVP的傷害減免加1 還有這個 PVP的無視減3 加1 的能力喔 這是他的一個6的抽場 接著是 白話的獨角獸 經驗值 22% 負動加2000 魔攻加3 看暈加5% 葉子驕傲 18% 還有這個 恐怖命中加7% 看他覺醒之後 可以拿到18的經驗 還有 負動加1000 還有葉子驕傲 降低加5% 智力加2 還有 魔法命中加2點的一個能力喔 那他的抽場一樣有6個 一樣有這個 看暈加3%的能力 還有 魔法 魔法這個魔法是什麼 魔法傷害減少加2%的能力 還有 魔攻加1 魔法命中加1點 還有 傷害減免加1 還有 無視傷害減免加1的能力喔 好 這個是他的一個6個抽場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白萬靈魂的抽場 公共有6個 首先第一個是 防禦負1的能力阿 那他們的抽場都是要5000的這個白萬靈魂喔 然後第二個是HP加50 第三個是 近距離 遠距離 魔法傷害 各加1點的能力 接下來是 命中加1的能力喔 三種命中的各加1點 接下來是 第五個 經驗值 加1% 還有 第六個 傷害減免加1的能力喔 大家目前也有6個抽場 另外這一次還有新增3個裝備組合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首先第一個是 力量加3 充運命中加2%的一個裝備收藏 需要的是 魔阿盾 還有 白花惡魔喔 另外再加上這個 真聖的力量戒指 喔 只要有這三個 就可以拿到我們的 力量加3 充運命中加2%的能力 接著是 敏捷加3 還有 充運命中加2%的能力 需要的組合有這個 魔斯利安 還有白襪布什麗喔 接著是 這個 神聖的 敏捷戒指 你就可以拿到 敏捷加3 充運命中加2%的能力 接著 第三個是 智力加3 恐怖 命中加2% 這個是 需要 魔咒師 還有 白花 獨角獸 還有這個 神聖的 智力戒指 有這三個 就可以啟動這個能力喔 智力加3 恐怖命中加2%的能力喔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 這一次的這個 白襪盆地的一個介紹內容喔 這一次的內容真的是非常多喔 喔 有這個 暗龍實驗室啊 還有兩個 練功區塊 另外還有 BOZ的寶物 另外還有 這一次的重點 紫卡 也就是 直辯還有 紫娃的部分喔 所以這個 副本算是 內容很多啊 可以拿到我們的 直辯紫娃 算是一個 大獎豐富的一個 副本喔 最重要的是 這個影片是可以交易的 可以放到交易所裡面 賣鑽石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 這一次的介紹 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果心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喔 掰掰 掰掰